我觉得政府要介入 以现有的法规 其实本来对于 补教老师的管理也好 补习班的管理 其实本来就已经有法规了 其实包括这几个委员提案的内容 其实现行法规本来就有了 那我觉得反而是在未来 稽查的部分 如何去做更多的落实 那如果现有的法规 已经可以去做管理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 或者人家说的 会认为它是漏洞 那要去如何去做调整 那实名制是不是 真的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它不尽然 就像刚才老师所讲的 就是说每一个行业 都有所谓的老鼠屎 那反而我觉得是 不应该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那我觉得 等这个事件稍微 大家稍微冷静之后 修法当然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那我觉得一下子 所有法规 绑得丝丝丝的 会不会又多了很多的限制 当然我觉得不合理的 要去做一些调整 但是一下子把所有的行业 都绑得很死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 讲补教界是产业吗 它不竟然是 不竟然是完全是产业 但是它确实也创造了 一些工作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 老师能考上老师多不容易 现在听说卡罗老师要先失业八年 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 平均起来 对平均起来先失业八年 学校毕业之后先失业八年 变流浪教师之后 再一个一个去考 所以他或许那个转折过程当中 先去不教界待一阵子 或当流浪教师 所以我觉得大家稍微冷静之后 然后我觉得立院可以 透过不同的公厅会 把这个面向探讨清楚 而不要立即性的说 我们马上要修法 下个礼拜就一定要过 我觉得这也没有办法 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处理 那我觉得冷静之后 我们再来去思考 但是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 自我的保护意识 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补习老师 不是只有学校老师 他可能会深陷危险 就是说朋友的长辈 父母的长辈也有可能 确实是啊 他不只是单就着 这个补教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很多不同的面向 但是我觉得父母也都在学习 因为少子话 现在大家都只生 一个小孩两个小孩 如何从这些过程当中 每个事件过程当中 我们透过更多社会的讨论 那我们把社会的安全网 把它补得更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造成一下子 有太多的对立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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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